蓝色加上粉红色的包装 这是日本保酒造诸事会 设推出的期间限定酒 但现在最好不要继续喝 财政部发出公告说 这款酒因为使用到小林志 要公告回收的红麴原料 而且台湾有两家业者进口 呼吁消费者不要饮用 至于这间日本酒品公司 也在官网发布消息 说因为用到问题红麴成分 因此回收所有产品 估计要收回9.6万瓶 对于造成不变深感歉意 原来是日本小林志要制造的 红麴保健食品传出有13人 食用之后肾脏出了问题 甚至有人一度要洗肾 而业者也宣布回收 并且道歉 这款红麴产品恐怕导致肾脏病 日方也将调查两者的关联性 民众到日本药妆店 购买相关的保健食品 也要特别留心 TVBS新闻杨新波黄凯敬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